来自Ruby Home Luxury Real Estate的新调查报告发现 全美佣房率最低的五个州分别是加州 夏威夷 纽约 阿拉斯加以及内华达州 其中又以加州最低只达到18.35% 主要原因是加州拥有全美最贵的房源且房子长期以来供不应求 更不用说在历经新冠疫情之后 现在利息大幅上升 让大多数的加州居民更难买得起房子 值得一提的是 调查还发现加州有3950万人 分别居住在1350万个单位住房中 但当中仅有726万单位的房子是由房东自住 换句话说 大部分居民都是租房自住 或与其他家庭成员或室友分居 且因为加州人口 地理与经济都让买房变得非常困难 这同时也直接导致自2021年7月到2022年7月间 出现34.3万人决定离开加州搬到外州生活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